进去之后用手铐炮住 不被发尺不被适合 电棍颈棍还有手铐 把人就是完全就不当成人 就用狗链子把你的颈子那个锁起来 就让你趴在地上像狗一样 有的还关到那个铁笼子里面 这是我国武警跨国营救受害人的真实影像 整整300名受害者被非法拘禁58天 他们被扒光衣服 殴打 电击 小刑 过着猪狗不如的地狱一般的生活 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 很激动了 因为我想到这辈子可能出不来了 他们究竟是怎么被绑过去的 他们为何会遭受这些惨无人道的待遇 我们的武警又是怎么找到线索去营救他们的 2019年的一个夏天 一名年轻的女孩慌慌张张地 跑到重庆渝中的公安局 她报案说自己的男朋友被人绑走了 绑匪还向她索要巨额的赎金 随后 周女士还拿出了她男友被绑架殴打的视频 在看到视频的一瞬间 罢案多年的老刑警都不由得一路 只因视频中的男子浑身是伤 几乎没了人样 此时 王匪索要的赎金是两百万 可周小姐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这笔钱 据周小姐描述 她的男朋友来自于一个生意家庭 祖上三代从商 让她的男朋友从小就毫横跋扈 可优渥的家境并没有让小董博学多才 反而是董爸董妈因为生意经常疏于管教 让小董变得贪图享乐 服务正业 在和周小姐交往一段时间后 还沉迷上了赌博 警方猜测正是因为赌博的原因 小董才被别人抓走 随后周小姐的手机又收到了 歹徒发来的一张图片 在图片上 她的男友手里仅仅握着一张写满外语的纸张 纸的右下角还有小董的签名 经过警方鉴定 纸张上面印制的是简卜债的语言 上面要求周小姐向指定账户打款200万 而后警方立马通知了小董的爸妈 在小董的母亲看到自己儿子的视频后 她直接被吓得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小董的父亲也收到了歹徒发来的信息 首先是一段视频 视频上正是董先生的儿子小董 他被人脱光衣服跪在地上 嘴里不停地喊着爸爸救我 面对这种情况 警方也非常气愤 他们直接针对此案成立了专案组 而小董的父亲在看到视频后实在不能忍 他带着钱直接来到了柬埔寨 他首先通过之前生意上的朋友联系上了绑匪 然后董先生又和绑匪进行了讨价还价 最终把赎金谈到了160万 父子相见后 他们立马坐飞机回了国 小董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警局 他开始向警察说明那边的情况 小董表示除了他之外 还有很多被绑到那边的中国人 小董希望警方能去营救他们 随后警方询问小董是如何被绑过去的 小董开始一五一十地告诉警方 就是全部把衣服都脱掉 手铐相连就坐在地上 能够睡了就是一个 要么就是一个床垫 要么就是一个床 说完之后就被车拉走了 进小黑屋之前把眼 用眼罩蒙上 进去 进去之后用手铐靠住 不给发尺不给水喝 在小董父亲花一百六十万把小董救回来后 小董立马来到警局 把自己被绑的全过程告诉了警方 小董坦白了自己赌博的行为 他表示自己在澳门赌博的时候 遇到了杀猪盘 因为小董的家底还是比较厚的 所以刚开始小董也没想太多 就想着玩一玩 这一玩不得了 小董刚开始疯狂赢钱 他就想着自己的好运 难道要来了 于是小董赌红了眼 开始了堵桌上风险最大的缩哈战略 可就是这一次缩哈 小董直接输了个底调 此时的他心有不甘 觉得刚才缩哈的太冒险了 如果按照刚开始的节奏慢慢来 他肯定还能再赢回来 于是他开始想办法借钱 就在这时 他遇见了一个名叫欧杰的女人 欧杰告诉他 可以办一张柬埔债的信用卡 用这张卡不需要做任何抵押 就可以放大马 赢了就算自己的 输了也能慢慢还 利息非常低 小董一听就心动了 他立马办了一张柬埔债信用卡 在欧杰的贷笔下 小董大手一挥 直接欠了一张200万的欠条 当年陈刀仔能用20块赢到3700万 小董也相信自己能凭借这200万翻身做主人 可谁也没想到 仅仅两个小时 小董就输掉了这笔贷款 随后欧杰再次告诉小董 可以去柬埔债的赌场 那边的赌注没有任何黑幕 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下注 输赢全凭自己 小董再次红了眼 他立马跟着欧杰踏上了去 尖埔寨的地狱之路 小董刚下飞机就被欧杰戴上了头套 欧杰还说这是为了保护隐私 小董也没多想就带了上去 小董只记得欧杰带着自己走了很远的路 随后坐上了一辆车 最后还坐了船 在坐船的时候 小董心里慌了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不太安全了 他立马向欧杰提出回国的请求 可此时已经没有了欧杰的声音 他感觉围在自己身边的是几个壮汉 在壮汉听到小董想回国的声音后 他们对着小董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随后他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 这里除了小董之外 还被关押了好几个中国人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被殴打的欲情 有的人被锁在床边 有的人被锁在水池边 生活环境甚至不如农户家里的一条狗 在这里生活的日子 是小董一辈子最黑暗的时光 随后就发生了他爸爸拿钱来救他的事情 可很多同胞的家人都没能力支付这笔钱 小董无疑是他们之中最幸运的人 只被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 于是小董请求中国警方能营救那些被骗的同胞们 为了查清真相 警方开始从小董父亲的汇款账号开始查起 没想到刚开始调查就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线索 警方在确认小董父亲的汇款账号后 他们发现在这个账户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竟然收到了上百个不同账户的汇款 汇款金额从几万到几百万不同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转账户全部都来自国内 警方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账户的背后 肯定是一个又一个像小董一样被骗取的受害人 他们被扒光衣服 戴上手铐拨圈脚镬 统一被绑在水沟旁边 被电棍电击 被棍子殴打 被鞭子抽打 被竹签刺入指甲缝等等 正在遭受着一系列非人的折磨 劫匪们把这些东西拍摄下来 发给他们的家人 然后再要求他们的家人拿出巨额的赎金 并且威胁他们不能报警 如果敢报警就嘎了他们的亲人 警方为了快速解救他们 先是派出了一组便衣武警小队前往柬埔寨 进行暗中调查 可在武警们刚掌握一些信息后 他们就发现这个犯罪团伙非常狡猾 他们会定期更换自己的大本营 在武警小队调查的短短三个月时间里 他们就已经更换了将近十个地点 可中国的武警也不是吃素的 最终他们还是摸清了犯罪团伙的形容 在艰苦调查四个月后 他们确定了犯罪团伙的具体位置 并快速展开了收网行动 为了提高抓捕效率 中国武警选择和柬埔寨警方共同合作 在柬埔寨警察的帮助下 他们很快就抓到了第一个嫌疑人 吴马彪 通过吴马彪的窝点 中国武警派出57个抓捕组 境内境外同时开展抓捕行动 这次行动一共捣毁了两个犯罪集团 打掉了境外五个非法窝点 抓捕犯罪嫌疑人121名 涉案金额高达7000多万元 300多名被困的人质都被安全解救 他们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仿佛重获新生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感谢祖国 虽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中国都会保护中国公民 但还是警告大家一定要远离赌博 这个世界不存在馅饼 如果有馅饼 那也一定是杀猪盘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工业可救 不及魁步无以至千里 不及细流无以成江河 不及时刻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质都被 感谢观看